那看看車路士會不會首先放下身段 作下的情況慢慢地攻 慢慢地守 那到時到後有什麼需要 就用他們的速度型球員去做一些快擊 阿仙奴如果他們這場球想有好一點的表現 一定要善用他們前面的球員 走得走得那種 其實跟車路士來個硬碰 一個來回比賽打開兩邊 快打快其實是 對球迷來說有硬碰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種跟車路士去周旋的方法 但是要他們掌控波羅來用 這一隊的阿仙奴其實比車路士環繞低的能力 那所以 對他們來說 要過渡這一段 沒有了費比加斯 沒有了娜絲尼 還有 路士基也都是 未相遇的情況 要過渡這一段 好看薩迪卡蘇娜 他那個中場的指揮力 還有 用不用到他現在手上 這群球員最大的特點 阿仲伯倫這些追不追到了 差一點點 不要緊 好的嘗試來的 油王在這一邊車路士擺放的錢 今季又多了很多 因為前幾年 花少了錢 也是有那個轉會的 由於是犯規的情況 也是罰停了一段時間 這一場比賽 另外還有萬聯隊熱刺 這一個週末 英超真的非常不安靜 非常之熱鬧 時間到23分鐘 看來 阿仙奴沒有完全壓錢 都是他們 希望得到的事 也是他們有益的事 阿仲伯倫 他的快擊 是不是真的這麼銳利 如果不是打主攻 他們這幾個球員真的很恐怖 如果 連主攻 他也有了 那個互傳默契 這隊 這隊球隊當然 和萬成也有了 但一定要找得到 三個不斷互傳的球員 出來 還有 一定要有一個球員 或者兩個球員 是甘於續六頁 因為這個足球道理 其實 在足球有之理來 來說 已經是這樣的 如果三個馬當娜 反而是不夠一個馬當娜 就配另外兩個 是衝得跑得六頁 人球來打的 這一個這樣的事 在八六世界盃 其實已經發生過 馬當娜當年 和巴薩里拉的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問題呢 就是馬當娜 希望教練 他是放棄某些 喜歡扭的球員 不要選他們 而是找幾個 是衝得跑得的球員 去配合他的 放棄了某些 技術型的球員 反而令到他們 獲得世界本冠軍 八六 這件事其實 對於球壇 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原來 三個馬當娜 都不夠一個馬當娜 厲害 這件事就是 當年已經 反映出來的足球事實 你可以說 巴塞 他有沙維、印尼斯達 也有美斯 都是技術型球員 印尼斯達和沙維 難道說印尼斯和沙維沒有技術 類型有些不同 因為印尼斯達和沙維 他們兩個是互傳型球員 那就不同 當年馬當娜要犧牲那群 那群真的可以扭 而犧牲了 沒有選到 但是呢 是拿了世界本冠軍 這是事實 所以 對於奧斯卡 哈薩達 馬達來說 他們要不就 好像巴塞一樣 這樣一個很快速的互傳 如果互傳不快速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和仔這邊 朱伯倫這邊 有個射門 然後 罰球入 華美倫 華美倫近年 他在阿仙奴的地位 必然 真的是領袖級的 華美倫其實 在歐洲來說 算是小健的一個世界級後衛 而近年比利時的成績 亦都是因為 他們那群的清分 開始亦都見到成效 嘩!這邊立即追和喔 托里斯 一個 都算是快的 快擊來說 都算是突擊來的 所以就說突擊 其實球員不用多 這件事摩連盧就解釋到給你聽的了 突擊來說呢 兩個半球員就可以了 那半個呢 就是交球那個 前面走兩個 摩連盧來說呢 告訴你 他那個 突擊的 錯維 那個調教呢 是出色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他一定要有一個很出色的 突擊的訓練 因為呢 他是主手的教練 他防守是出色的 他一定要配合這種的進攻 車友士又來了 都是靠突擊 這場球呢 預期啦 星期六 大家可能一路爬著反路看 就會是發生這些事的了 入球可能會很多的 因為 兩隊是其實 要贏的話呢 都是要打一種 來回快速的突擊打法 一定是飛沙走射 打開兩邊 入球是無數 這些 預期到的了 那 當然大家可以去到 去到當日才慢慢參賽 現在也都言之過早 但是 兩隊教練都不是 不是差的 其實他們一定會知道這些事 所以 應該啦 暫時 我是很想基奧特 盡快融入球隊 所以呢 希望他這場 都是暫時放在後備 先 慢慢慢慢 才 給他出來 不要太急 那麼 他在英超的路 會容易走 因為他在發甲 其實已經證明到一些事 證明到其實 發甲 來說呢 不算低的了 現在的聯賽質素 他能夠入球 那麼多球 做到神射手 是證明到 他在門前的打壓力 只不過來到英超 打法一定是很不同 很多球員來到英超 不是說即刻能夠適應 因為英超的打法 很多時候不是說 可以控制球來做 很多時候 咦咸咸咸就去的了 英超 不是說 那麼明顯的一個 太露營的中場 在英超找得到的 你會見得到 英超多的呢 就是那些 防中 是那些很 難打型 巴里 艾辛走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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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衝腸型 喜恆恆 怕死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如果派路放下來 每一隊球都 用不到派路 派路那種 中場呢 可能 比英格蘭聯賽來說 他們認為是浪費了個位 派路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有多大 但是 在英超 可能未必用得到 因為他們打主攻 這是一個很適合的 前鋒轉換類型 去帶動他的球隊 去轉換他的 壓前方法 但是 越壓得前呢 一定 他一定 越來越開位 越來越越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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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開球 不可以供太前 如果不是車友試 整兩三東西 就搞定你了 這邊 有個機會 應該不是基奧特來的 頂哥那個 應該 照眼看 出來是卡蘇拿來的 但是 他也算是 他也算是 支撐 他也算是 之前 說 路特 沒有歐聯的 名單 在他上面 對他來說 是一個打擊 但是 他很會想 留在這裡 就是 打了英超 其實 留在這裡 力敵馬提 算是 有人情味 因為他也算 是 之前 車友試的一些元老 以及 協助過車友試 拿到好成績 拿到半軍 當然 郵王那個 慾望很大 在歐聯的 名單 用不著他 也可以理解 但是 如果 馬路達 他可以繼續在車友試效力 其實 未常 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 球員 其實如果在 大球會那裡 掛虛 往往是光雲一點的 當然 馬路達 會不會在那裡掛虛 也認知尚早 那 好了 預測到車友試贏 那 也是我預期的 車友試這場 不過是 剛打一點的 作客來說 適合他 快速的反擊 那 看看到時候 又會不會發生這些事 當然 大家要留意一下 雙方的出場陣容 如果你看到 阿仙奴 是打一個比較 穩守的戰陣 這場球 就未必有這麼分明的 高低 見得到的了 那 好了 我是何鷹 是大家的 何鷹測播經的主持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之後呢 還有何鷹教室 教大家防守的 不要走開啦 大家 再繼續支持我 就請你訂閱小弟的YouTube Channel 下場再見 拜拜